我忠心感謝習主席 今次親臨香港 出席回歸25周年的慶祝大會 以及第六屆特區政府的就職典禮 發表重要的講話 以及進行考察的活動 主席兩天的考察 帶給香港喜悅、關懷和動力 對香港來說的意義是重大的 影響深遠 習主席在疫情之下 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大會 以及就職典禮 與各界人士見面 昨天也考察了香港科學員 充分體現習主席 以及中央對香港同胞的深切關懷 以及對香港發展全力支持 以及高度重視 習主席也肯定了在25年來 一國兩制的實踐 在香港取得舉世供應的成就 高度評價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並且對香港未來 繼續在國家發展中 發揮重要作用寄予厚望 令大家都深受鼓舞 習主席鄭仲宣示 一國兩制方針是好制度 長期堅持不會改變 這個宣示非常清晰 亦都非常實在 進一步增加大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和香港的發展前景的信心 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 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方向 這個亦都表明 中央將全力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 駐入一個強大的信心 和巨大的動力 我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 全力以赴 施政 會體現和實踐主席的希望和要求 不辜負習主席的重拓 亦不會辜負港大市民的期望 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 續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新篇章 展現香港的新景象